哦,刚刚看到个老外,看到个老外说他刚学普通话的时候呢 他就问人家号码是什么 这说明这个老外的普通话简直是一级棒 因为他讲英语,英语的说法是what's your number 那翻译成中文就是你的号码是什么 结果他懵了,他学到中文时 你的号码是多少 他在寻思,诶,号码又不是量一个quantity,为什么说多少呢 之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这就是语言的习惯嘛 对不对 what's your number 我觉得我马来西亚的习惯问法是 你什么电话号码 这样行吗 还有一个 叫什么 what's your name ok 用普通话怎么说呢 我习惯了一只人习惯的问法就是 你叫什么名啊 你叫什么名 对不对 我翻中国人说法不一样哦 中国人说法是 你叫什么 诶,那个名呢 名呢 蛤 不见了 不见了 还有最后分享一点 一点就是哈 丢人 以前我学到的是丢脸 对不对 so embarrassing ok 丢脸 可是后来我听中国人说法是 丢人 还有 丢人丢搭了 以前玩的理解是 好丢脸哦 现在是 丢人丢搭了 好丢人 好丢人 最后分享到这儿 咦 what's your number 是